大家好 我想今天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剛有委員指責說4-585號 現在的這個條文可能有恐怕 迴反4-585號的意識 我想針對4-585號當初在做成解釋的時候 那個解釋的設成範圍的脈絡要定清楚 那個是立法院 他在行使國外調查權的時候 針對於行政命令特權 也就是美國法上 所謂的exercitive privilege 他針對就這個部分的調查界限 把它清楚的畫出來 跟我們今天所在界定的行政調查 根本是風馬流不相及的兩件事情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就適用的脈絡上面 先要弄清楚 第二個部分 就剛剛指責的部分 我看了 被宣告違憲的 有當初有關於 專屬管轄 移交卷證 涉及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而受憲法保障之部分 尤為權力分立 預約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的範圍 當初這個部分的違憲宣告 跟我們今天在討論的這個條文 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第二個 當初本來立法院 在訂這個立法調查權的時候 相關的法文有說 涉及國家機密 營業秘密 偵查保密 個人飲食其他理由 規避 拖延或拒絕 那其他的部分 涉及到國家機密 或偵查保密的事項 一概不得拒絕 英語適當的修正 在我們現在所提的這一個 行政調查相關的條文當中 也沒有這樣子啊 的規定 那因此啊 細議啊 4-5R85號 不管是它規範的脈絡 還是具體宣告違憲的部分 跟今天在討論的條文 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我曾經針對4-5R85號啊 寫過相當詳細的評示 我實在到目前為止啊 聽不出來 我目前的條文跟4-5R85號 到底有什麼關係 好 這個 我們都已經發言完畢 好 那第10條 葉譯經委員 提了一個修正東西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義